在中国当地时间6月7日 当地媒体《每日经济》报道 身兼世界卫生组织疫苗研发委员会顾问的邵一鸣在博鳌 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第二大会期间 回答媒体相关提问 其中《每日经济》的记者问道 打了新冠疫苗仍被感染是什么回事 该前卫专家说 打了疫苗还会感染的情况确实存在 疫苗的保护作用分为三级 一级预防是防感染 可以保护接种者不感染 这是最理想的 二级预防是防发病 或者说是轻症 不变成重症 甚至发展死亡 三级预防是哪怕感染了 有一点症状 但体内病毒量很少 很难传给别人 及防传播 我们现在疫苗定位是二级预防 保护力是针对发病的 不是针对感染的 所以会有一些人打完疫苗 也很可能被传染